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打 那么全岛各地逐渐掀起了足球热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5月12点 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赛事正式开打 拉丁马市民众俱乐部聚集 一百多名球迷和居民一起观赛 因为四年前我们都有过来这边看 说那个气氛都很好 所以就想这次也过来support一下 因为小孩子嘛 带他们来体验一下 就是说臭臭热闹 感受一下那个就是世界杯 他们以前还小 然后就没有什么机会来看 我比较喜欢那个气氛 因为很cloud的很多人 我很开心 拉丁马市民众俱乐部 是25所播放首场世界杯足球赛的 民众俱乐部之一 这里接下来也将直播另外50场赛事 包括半决赛和大决赛 比如在周日的时候 我们会有那个support一下 就是手指足球的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呢 长期的噪音比较低 所以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居民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更多的活动 比如可以湿涕足球啊等等 居民都可以一起来享受 世界杯举办期间 人民协会将在58所民众俱乐部直播赛事 每所民众俱乐部的安排都有所不通 公众可以直接向民众俱乐部了解详情 新传媒新闻记者 红宝林报道